切開的麵包裡面看得到核桃和人形的餡料 這是今年第二天到的酒釀桂園麵包 最高的部分是看不出來的水果項目 最早要三天 就是水果放水跟蜂蜜下去要三天 三天後再把水果離掉 就是要裡面的水再用高粉下去攪拌 看有沒有火起來這樣 每天要去看看有沒有發酵有沒有死掉了 只要是麵包沒辦法膨脹 要用最天然的方式來發覺 就要自己製作項目 每一項餡料都要好好食品安全以及健康概念 一樣都是酒釀桂園麵包 為什麼不介紹可以比外面頒餘很多呢 在這裡我們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產品 人事會廣銷成本會用 都是我們行政人員在接 場地費也很便宜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最主要是說透過這個產品行銷 如果賣出去給收容人有一個作業金 他們很多人買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正向的鼓勵 讓他們覺得說很多人肯定它 一般麵包店同樣的商品要一兩百塊才買得對 在這裡有保存做的就緊張不用說 本年第二天購買酒釀桂園麵包不熱 還要已經吃得對 酒釀桂桂園麵包其實是要事先預訂的 因為我們沒有放防腐劑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第一個新鮮吃 最好的方式就是前一天訂 那我們可以前一天做備料 像比如說酒釀高級風酒浸泡 備料之後隔天才能做 所以內行人才會用團鍋的方式來訂 不用一百塊 就有大地高全萬健康概念的麵包可以享受 真正讓人開心 跟自己的蛋捲經常都已經夾滿了 民眾不豐換一款口味 要收容人用心做的麵包來試試看 用行動來支持他們的改變 去吃零一零 採訪報導